小猫的哺乳期一般为60年以下 也就是说小猫在60年以下时 可以喝母乳或者羊奶粉的 当小猫持长至60年以上 就可以思维猫奶膏或用猫粮了 但是如果小猫吃羊奶粉出现腹泻 等不耐受的症状时 就需要主人及时给猫咪换成 鲤乳期、幼猫奶膏粮进行四味 如果小猫在60年还没有断奶 可进行零工过渡性断奶 方法是将鲤乳期的幼猫奶膏粮碾成粉 然后用羊奶粉化水调成糊涂状进行四味 之后慢慢减少羊奶粉的四味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宠物专用的益生菌 帮助消化和吸收 一般大概需要用七到十天的时间进行过渡 之后就可以直接思维猫奶膏粮了 一般我们会建议以少量多次的思维方法进行喂食 避免小猫一向吃太粘导致不消化